劉昆鳴他簽子離婚 羅琳說都不知道他拖些什麼 羅琳跟結婚17年的前夫劉昆鳴說 離婚到現在一直都未解決 而早兩天又一報道說 羅琳從來都沒有收過賤養費 而羅琳一前出席活動時 就確認沒有收過錢 又說自己已經什麼都不要了 不知為何前夫簽個字離婚 都可以拖這麼久 賤養費雜誌股中了 我一後字都沒有 其實不像這個問題 但是至於糾纏是什麼問題 包括小朋友方面 照顧方面 最詳細我不可以說 因為我怕 隨時會令到某人再改變條件 又要再談一論 雜誌你們離婚件事搞了這麼久 最受影響都是小孩子 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出現 一樣都希望以他們為主 以我去解決這件事 而一路以來我 一路退退退退退的原因就是 為了小朋友 大Gamman以後小朋友 知道爸爸和你的生活不愉快 以後找女朋友也比較難 我已經跟你說了 這些是個別因素 個別的情況而已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我會教小朋友 以後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男朋友 男人 總說自己以後找男朋友也會先看 而找個負責任心地善良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在說他不負責任 來一個人 回家